这大新年的猴哥非点让我来南京 告诉2022年第一件事一定要来他这儿 他要带我看一辆必须跟我一起才能欣赏体会到那车的乐趣的一个车 他这儿能有什么车呀 这个还是什么呀 不知道咱找他看看去啊 说实话我不认为他这儿能有什么新鲜车 哈喽 新年快乐 一股老车的气 新年快乐 这有什么让我看 大元旦在让我跑到南京来 真的 这个 这连车都太新了 不好意思 不是 也不是那连是两天 那还有啥 只要是您这个年龄嘛 够古典 咱们到我那个新车库里面 在里面惊喜在闹 我先卖了关子 你们猜猜是什么车 微型八缸自然吸气 德系豪华品牌 当年上路可能是股价 没有确实标价 咱看他能有什么新年处啊 行政豪华体肌车 说实话 我不认为他能有什么 能震撼我的动力 绝对震撼啊 帅老师 宝贝都在这里面呢 还有这么个地儿 可能在别人看来 这些老皮鞋都不值一提 但是全是我最真爱的东西 和我最真爱的你和你一起分享 但是你来猜猜吧 到底是哪台车 那么多车 211奔驰 旅行版的 对 这是1.8激增的200k 手动的 手动的 对 您那边不是有一台210吗 对 对吧 这是他儿子呗 这没那么像林车 L7 好东西 带隔断版的 带强的 对 带隔断版的 这家子比我的下力长多了 咱这车门还能开呢 这个我觉得是比麦巴赫62还早 是吧 带隔断的 宝马的军备竞赛 当时就是要超过奔驰 我先做12缸 我再做加弹 V型8缸自然吸气 这不是啊 是12缸吗 对 V8 顶级D级车这是吗 这也不是 这最多算一B级车吧 192M3 这两台是CRS的63和55 这一台很漂亮 对很经典 特别是中控的桃木 也不是这个 这也不是D级车 最多算C级车 是吧 这就是看你视频种草的SL 就是前期版5.0的 现在目前便宜 特别适合入手的敞篷车 很漂亮 都像S22 但是修起来很贵 不会是这个吧 贵马自然吸气 D级 没有 我就猜他也就是这玩意儿 德系豪华品牌 对 对不对 这是个日系 这不是小羊同款吗 CLK200 没来机改吧 我们那是黑外红内 这是红外黑内 这车买回来想改吗 然后就是一直帮网友修复几千块的车 就是一直停摆了 咱们这车可以 自己的车可以往后放 这车好 256 我特最喜欢的云蓝色 也是看你节目 变色7 咱们自己种草的 你说压力设计怎么怎么样 这车看起来挺屎的 这个是自己的车 为了音响 听歌 这个马克兰文森 当年立体音箱的感觉 家里面那个过地箱的感觉 特别棒 闪口百岁 五千金斯 全特别棒 211 您同款 四眼奔绝对经典 SL63也是看你那视频 155 你说这些车 哪些不是在你白话机车里面出现过 原来我拍了这几年节目 带货全让他给中了 破费了兄弟 破费了 不能晚上看 特别不能周末看 看看就是首先点外卖在那边吃 看白话机车能沉下来心 吃的更多 买车买的更多 这点钱全花质上前来了 但是都不是在这边 今天我要让你拍走一台车 白话机车里面没拍过 而且我买它的时候觉得 只有和你在一起拍着它的时候 才最登队 最相衬 什么车呀 就在前面一管完 节目里车都快让他买光了 没有 给你一个惊喜 就在前面 好 走 看看去 就是这台车才符合你气质 你看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500SEL 哇塞 这可以 是不是没开过 没有没有 这还是前期版的 对 那这哪个呢 85年 跟我一边大 跟你同龄 哇塞 买这车的时候就是为你定制的 哇 必须要跟你一起拍节目 坐在里面和你聊聊它 太棒了这个 因为我的轻滑车 都是看你的内容 重讨给我 这部车也一样 这是我的头号皮痕吧 节目里车买了一遍 之后节目里没上的那个 他买的让我拍 为什么我喜欢那么多经典车 真的 80%因为你 太好了他 126 长轴的 里面黑内 这是当时的高配版 全真皮那是的 对 这个126车 我觉得是咱们无数的中国车迷 第一次认识奔驰 这张脸就是这张脸 一个最标准的奔驰前辆 完全直立着 那个打在金边 然后两个标 是吧 就是第一张奔驰脸 而且是126 所以我是觉得是有116的一些传承的前期版本 就是它这个杠没那么厚 非常的细 这个轮毂也是跟116一样 这是我坐过的第一台奔驰车 我记得那时候是亲戚结婚 我坐在里面 夏天的时候 大家都忘了把我锁进去了 我就在那边闷着 摸摸这里 摸摸那里 我到我买到这台车 坐进去的时候 闻到那个味道 就是发泡棉和糖素 弄出来那种甜味 很多人觉得是不好闻 但是我觉得特别香 还有一些老汽油味 我玩的第一台老车是这个 在11年前 我当时换了5400块钱 买了一辆这车 当时是什么 我叔叔的店门口放上这车 说你要买 报费补贴是5400 你开走 你后悔了你可以报费掉 你要不买明天 我就报费了要趟指标 然后我当时全网 发微博借了一个指标来 然后把那个车挽救下来了 咱这车可不是5400 现在N倍了 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经典车能够越来越值钱 就说明大家越来越喜欢 它有它自己的市场 有它自己的价值 126的整个设计 我觉得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的融合 其实140就完全是一个90年代的 比较塑料化的大流线型车的 而且那个时候就一家独大 7系A8还没出来 126代产了有80多万辆 是有史以来地级豪华车销售冠军 80万辆 都用S-Class 到140 220就只上了40多万了 现在就被很多品牌分 A8 7系包括一些新的 都在那分 那时候只有它 当之无愧的天花板的车型 全世界正要全做这个 是吧 座椅你咱看看开车门 正要 正要应该坐后边 126的座椅跟现代汽车座椅不一样 它跟小时候老婆家沙发似的 它是弹簧里面有好多棕 是那种结构的 所以大家看 对 最软的那种喜梦斯床垫那个感觉 是吧 当年设计的理念 我觉得是这个悬架 有一半在车谷那一半在这 轮胎先绿震 地震在绿震 屁股底下在绿震 三层绿震 然后这个车里边大石木内饰 特别棒 自动空调当年 充电 然后这个主要是看心情 上去有的叠 咔啦咔 太古朴了 然后天窗是在这开 能开的 钢板天窗 钢板天窗 还是好的到现在 对 滑轨有点小问题 太难以置信了 在2022年我还能开上跟我一边大的126 而且这个车有定速巡航 对 这个小定速巡航 安全气囊定速巡航 都是这个车最大的东西里面都在 哇塞 车书 当年的车书 包括保养手册 太难得了 德国哪边有他们的保养店 哇塞 你到哪个地方可以保养完之后贴一个贴纸 哇塞 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的保养的贴纸 全都有 对 我在小胡那拿这个车的时候 他把这个就挂在了这个 巴上 而且 经常会在梦境里面 无数次的幻想过自己开这个车 无数次的在一些老电影里面看到过这个车 幻想着就是听张学友 然后开他在这种颠簸的路面上 车后面的弹簧上下忽悠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最美的 你知道我的节目为什么拍了五年 一直没有拍四门126 就是一直我没有找到一辆好到让我想拍的且能上路的126 没有找到这个场景 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非常重要的车型 你看我两门的也拍过 这是140的两门都拍过很多绕着这个车拍 也许就在等今天 这就是缘分 真的 一直都绕着这个车拍 我太开心了知道吗 超级满足 终极粉丝 追偶像 然后再用我的车拍一起 太好了 终于遇到这台车了 好 好 还有这是 好 好 我们 有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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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扶手 当年的急救包还在呢 来自1985年的急救包 天哪 这个里边应该有小剪子 我记得还 纱布 绷带 手套 1985年的 这车太难得了 终于遇到了这个车 坐在后排的感觉 点好新的 是 今儿几子有些修复过 它有些发硬了 没事 回头我帮你把它完美了 可以 就等您这句话 今天就是开开挑挑毛病 走吧 走 咱们开这126带你去吃一个南京特色 好啊 一般朋友不会去 前女友吃过的饭店 行 看看她带我吃什么去 走 加热店 你